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陛下 世上还有此等神药 是啊 这是贤帝专门给我炼制的 说这玩意能重振男人雄风 讨厌 讨厌死了 陛下 既然如此 臣戒去准备一下 贤帝说此药极其凶猛 你与朕是患难与共的结发夫妻 朕不能对不起你 等到天色一黑 我还是去后宫随便找个妃子试试效果吧 陛下 臣戒心里苦啊 有了神药的加持 李二仿佛回到了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 战斗中 打得敌人丢盔卸甲 整个宫殿都响起敌人的惨叫声 等李二完事 脸上带着骄傲和自豪 这简直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神药啊 贤帝呀 还是你懂我呀 看来还要多给贤帝要些 绝对不能让这等神物断了货 贤帝 那个东西还有没有 这才几天了 你用得这么快 就算你承受得住 嫂子也承受不住啊 真想跟贤帝说 你其实有三千多个嫂子啊 这玩意儿吃多了 有伤身体 中国人不跟中国人 李哥 字要练至周期很长 过两天再给你 为了缓解尴尬 李二主动转移了话题 打算给叶成一个惊喜 贤帝 你可知明天长安城会有什么大事 嗯 贤帝 明日长安城举办水陆法会 整个大堂的道士 和尚齐聚长安祈祷国运昌盛 风调雨顺 我想邀请你去参加这场盛会 这不就是一群骗子开会吗 不去 李二对和尚和道士那是深信不疑的 此时心中却生起不祥的预感 只要是他这个贤帝觉得不行的东西 肯定不咋地 真不知道皇帝抽什么风 禁锢这些骗子 有这钱还不如多给老百姓弄点诗会 贤帝 听你的意思 好像陛下做得不对 一群骗子而已 老李 你可别听那帮人的瞎忽哟 那李淳风 袁天刚可都是大仙级的人物 既然这样 到时候我也去参加 将这些大仙打回原形 贤帝 莫非你也会法术不成 老李 你等着 没等李二反应过来 此时的夜城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老李 其实我夜城这个名字是假的 什么 假的 在下茅山企图林郑英 你可以叫我九叔 茅山 我怎么没听说过茅山这个门派 老李 我这茅山一派从这个水路法会开始 将会闻名于整个大唐 难道说贤帝真是个道士 上次的大鱼真是他动的手脚 天刚了 这次水路法会可是你我兄弟二人大出风头之时 纯丰兄说的没错 整个大唐的道士 和尚 谁又能比得上你我二人呢 不知道是谁上次瞎帽碰到死耗子 凑巧给陛下说那天下雨 小到我一时眼拙 这风头都被他抢了去 这次我一定要在水路法会上把这次面子拿回来 这次那小子要是不出现还好 出现我非要给你报仇不可 第二日长安城的夜晚水路法会上张灯结彩 平时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挤满了人 李二和叶成也早早来到了这里 不远处的楼宇上藏匿着两双眼睛 正是那袁天刚和李淳风 那个年轻人是谁啊 居然有资格跟陛下同游 难道这个就是上次给陛下求雨的那个人 小狐狸精 这次老到定让你吃饼 先生在这里居然见到了你 嗯 袁师来了 两个人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 自然知道陛下穿成这样 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知道兄台是哪家 茅山后裔 咋了 茅山 没听说过 看来是小门小派 我们只听说过茅厕 我看你浑身上下旧嘴硬 上来五五我九书 看我怎么拿捏你 你们两个又是和门和派 现在修炼到了什么境界 练功使用的是什么仙宝呢 老子忽悠不死你 毕竟我可是看过这么多玄幻小说的人 二人瞬间被问蒙了 在陛下面前被一问三不知 这也太丢人了 我这骗吃战盒的饭碗 难道要砸在这小子手里 小狼君 你可敢与我二人斗法 你尽管放马过来 正好让你看看我的仙宝 是如何压制你的 无知小儿甚是狂妄 说着两个江湖骗子面起咒你 坏了 贤弟这次可能要吃大醉了 真要不要表明身份就贤弟 你丫头 你不要怪我呀 伴随着二人一声惨叫 夜城这才收回了仙宝 我这仙宝如何 太阳光芒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现在可是晚上 这玩意就是买来夜间上厕所的 没想到关键时刻还能装备 请先生教我仙术 请先生教我仙术 好贤弟我真深藏不漏 我知道这法术我能不能学会啊 赠你们一人一套秘笈 练好了再来找我 我大唐谋势如云 将星如雨 我大唐怎么会亡 如何会亡 是谁 是谁能覆灭我大唐 师父 这第八套广播体操 真有这么神气吗 你懂个鸡毛呀 尽管拿去练 帮你得到生仙 自从此次水陆法会 袁天刚天天来夜城这里求学问道 比起夜城悠哉的小生活 君神李静这边却愁容满面 不行 损失还是太大了 他每日研究夜城从现在带来的世界地图 盘算着拿下突厥一雪前耻 看来还要等突厥内部发生分辨 我大唐才能趁虚而入啊 魏国公陛下有气 魏国公 你可曾知道这是什么刀 陛下 难道这是用夜城的练钢之法打砸而成 没错 金无卫 陪魏国公是刀 是 陛下 金无卫使用刀是大唐最好的刀 这都能一刀给批的 陛下 这刀真是神了 要是我大唐的军士都配上自等宝刀 何愁突厥不灭 难啊 整个拱不日夜不休才打造出百人分担 什么产量这么低 不过啊 现在食盐水收婆风 国库重盈 到时候多招纳一些能工巧匠 一个月后 我能为你装备一个亲人的部队 夜城无形之间改变了大唐太多太多 此时 李儿想到他的贤弟嘴角就露出笑容 快到饭点了 魏国公 随朕去我那贤弟那里蹭饭 贤弟呀 你教给我的炼钢之法 我已经上交陛下了 陛下十分满意打造出来的宝刀 还夸赞你们呢 他对我的夸奖 对我来说一文不止 我帮他锻造出那么好的兵器 他就没说把他的公主 嫁给我十个八个的吗 十个八个的公主 朕把你当兄弟 你却把朕当月后 把朕的公主当大来塞 贤弟 陛下要对突厥用兵了 你对这是怎么看 不对啊 李二不是应该明年冬天才对突厥用兵吗 这个时间线不对啊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 我这贤弟是如何知道的 贤弟 你怎么知道陛下要对突厥用兵 而且知道的这么详细 按照史书上记载 明年冬天 大唐十万精丁 北上吵打突厥 大败而回 李哥突厥兵强马壮 大唐军士收车劳盾 加上水土不补 肯定会吃亏 贤弟 不知道 你可有办法灭了这突厥 保了陛下当年喂水之盟的耻辱 我有个鸡毛犯法呀 不过我这里有两个好东西 说不定能帮助陛下一臂之力 老李 这个带着两个筒的 是望远镜 叫做千里眼 这也太清楚了 吉利外皇宫上面的砖瓦 竟出现在我面前 李哥 这个跟板砖一样的东西 是对讲机 叫做顺风耳 老李 咱们两个离得远点 试一下对讲机的效果 说完 变成一六烟 来到了几百米开外的高处 老李 你有多少个女儿啊 真能传来声音 还这么清楚 这玩意简直就是 战场上的指挥神器呀 老李 怎么样 这两个东西牛死了 牛比吧 太牛比了 贤弟 不知道这对讲机 能够在多远的距离生效啊 也就百里吧 啥 这么远 这算啥啊 李哥 以后我给你发射个卫星 让大唐人手一部手机 比这顺风耳更厉害 不过你得拿瓷器换 好说好说 瓷器我家里很多 有了贤弟这些神器 看来以后这大唐年延万年 指日可待呀 嗯 万年 怎么可能 唐三代而亡 杀 要是一个普通人说出这话 李二上去就给他一个大耳帖子 可说这话的是他好贤弟 侍从没有失算过的 贤弟 我大唐谋势如云 将星如雨 我大唐怎么会亡 如何会亡 是谁 是谁能覆灭我大唐 红颜祸水啊 老李 要是你和陛下关系不错的话 提醒他一下 让他小心姓武的女人 哦 诸位 我龙溪李家的家训上补充一条 子子孙孙 世世代代代 不能与五姓女子结婚 如有不尊者 逐出族谱 李二的声音如同惊雷 响彻整个大殿 真让你们武家世世代代 祸害不了我们李家 幸亏这次去贤弟那里 不然 以后必定酿成打祸 陛下 西郊的金吴卫派人来了 说是祥瑞成熟了 好 哈哈 以假西郊 去看祥瑞 小郎君 你这么定 不知道你是城何处啊 是啊 在长安城脚下 居然有你这么一个奇人 我的老师有很多 物理化学生物 全 这么多老师 你学得过来吗 古时候讲究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学生要超越老师才能离开 否则老师也怕影响自己的声乐 难道小郎君把这些老师的本领 全部学会了 学会个屁 早就全还给老师了 对了 还露了一个地理老师 老李我给你的地球仪上面的知识 就是他教给我的 小郎君 你的地理老师是把这个世界都走遍了 才知道这么多的吧 真不简单啊 嗯 我地理老师估计 连我们那个事都没出去过 小郎君 别的老师也普遍像地理老师这般恐怖吗 其他的还好 就英语老师如同敌人一般 叶成想到自己上学时被英语折磨 身体都有些发寒 敌人 小郎君 不知你对大唐的敌人有什么看法啊 长孙无忌刚刚已经被叶成折服 非常想知道叶成对于国家大事的理解 老李啊 你的朋友跟你一样 很喜欢讨论国家大事啊 大唐的主要敌人有两个 外部是突厥 他们可以说是全在大唐头上的利剑 突厥 只要一有人提起来突厥 这李二就恨得牙痒痒 不过这突厥不足为虑 不出意外 今年这突厥差不多就要亡了 今年突厥就要灭了 突厥可有骑兵三十万啊 你先闭着嘴 等我说完 要有礼貌 第二个敌人他在哪 第二个就是这世家 也就是所谓的五性期望 是啊 五性期望长期掌控大唐基层 在他们的地盘 皇命还不如他们一句话好使 这世家如同蛀虫 霸占天下良田 压榨百姓 内忧才是阻碍大唐发展的最大障碍 而且你们想一想 他李二家一开始不也是一个世家吗 他能把老杨家的皇位给抢了 你说别的世家会不会有这个念头 听到这里再想起五性期望 曾经对自己下的绊子 李二起了杀意 贤弟 有什么办法在不损害大唐的前提下 消灭这世家 第一个办法就是舆论战 什么意思 就是把他的名声给搞臭 让大唐的百姓都不相信他们 这样他们就废了 搞臭 贤弟 这也太难了 你懂个鸡毛呀 老百姓别的不相信 不过这种名人的绯闻 他们最容易相信了 假如我给老百姓说李二是个老色批 你说他们信不信啊 这个贤弟怎么知道我是 如果我是李二 我就天天弄是家的飞轮 今天王老爷子和隔壁村的寡妇好上了 明天卢家家主有龙羊之痞 天天传夜夜说 我看老百姓们信不信 我这贤弟也太坏了 不过我喜欢 那时候再弄点报纸 专门报道五性期望的花边飞轮 再整几个话剧 演一演改版的白毛女 我看他们臭不臭 什么报纸话剧 这话剧就是说书先生的加强版 李哥这是白毛女的剧本 你把里面的黄世人 想象成五性期望 夜城把黄世人为了强取名女 做的一系列坏事 全部说给了李二听 大胆 这个黄世人好大的狗胆 李哥要是把这个剧本 用活人演出来 真正被压迫的老百姓 会作何感想啊 贤弟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报纸又是什么 效果难道比话剧还要好不成 这报纸可就厉害了 不仅能让世家声名狼藉 还能让我大唐百姓四海归心 什么 让我大唐百姓四海归心 现在大唐的百姓 对他李二还没有什么认同感 可是夜城说这报纸 可以让他大唐百姓归心 这报纸是何物 报纸就是一张纸 不过呢 上面可以写满国家大事 夜城一点一点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出来 贤弟 你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这玩意要是普及开来 作用太大了 不过就是大唐读书人太少 要是百姓拿去擦屁股了 咋办 你就不会找几个书生 专门给百姓们念报纸了 即便如此 长安城的纸可以说价比黄金 造纸技术也被世家控制着 有了报纸 我肯定会告诉你造纸数的嘛 有活字印刷术 贤弟 你真的会是造纸数 快说快说 不就是个造纸数吗 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我的好贤弟 快快把那造纸数的方法传授给我 我要禀告陛下 为你进宫 进宫 老李啊 你告诉李二 别想拿什么破绝位糊弄我 还不如奖励给我一个公主呢 小郎君 你怎么能一直称呼陛下名称呢 咋的 他李老二还不能叫了 就算他站在我的面前 我也叫他李老二 我有气筒怕啥 弄不好 我就直接回现代朵着 小郎君 还是尊重点好啊 好吧 好吧 那我以后就叫他唐太宗 叫陛下 我叫不出口 嗯 唐太宗 小郎君 你这么顶 不知道你是城何处啊 是啊 在长安城脚下 居然有你这么一个奇人 我的老师有很多 物理 化学 生物 全 这么多老师 你学得过来吗 古时候讲究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学生要超越老师才能离开 否则老师也怕影响自己的声乐 难道小郎君 把这些老师的本领全部学会了 学会个屁 早就全还给老师了 对了 还露了一个地理老师 老李我给你的地球仪上面的知识 就是他教给我的 小郎君 你的地理老师是把这个世界都走遍了 才知道这么多的吧 真不简单啊 嗯 我地理老师估计连我们那个事都没出去过 小郎君 别的老师也普遍像地理老师这般恐怖吗 其他的还好 就英语老师如同敌人一般 叶城想到自己上学时被英语折磨 身体都有些发寒 敌人 小郎君 不知你对大唐的敌人有什么看法啊 长孙无忌刚刚已经被叶城折服 非常想知道叶城对于国家大事的理解 老李啊 你的朋友跟你一样 很喜欢讨论国家大事啊 大唐的主要敌人有两个 外部是突厥 他们可以说是全在大唐头上的利剑 突厥 只要一有人提起来突厥 这李二就恨得牙痒痒 不过这突厥不足为虑 不出意外 今年这突厥差不多就要亡了 今年突厥就要灭了 突厥可有骑兵三十万啊 你先闭着嘴 等我说完 要有礼貌 第二个敌人他在哪 第二个就是这世家 也就是所谓的五姓期望 是啊 五姓期望长期掌控大唐基层 在他们的地盘 皇命还不如他们一句话好使 这世家如同蛀虫 霸占天下良田 压榨百姓 内忧才是阻碍大唐发展的最大障碍 而且你们想一想 他李二家一开始不也是一个世家吗 他能把老杨家的皇位给抢了 你说别的世家会不会有这个念头 听到这里再想起五姓期望 曾经对自己下的绊子 李二起了杀意 贤弟 有什么办法在不损害大唐的前提下 消灭这世家 第一个办法就是舆论战 什么意思 就是把他的名声给搞臭 让大唐的百姓都不相信他们 这样他们就废了 搞臭 贤弟 这也太难了 你懂个鸡毛呀 老百姓别的不相信 不过这种名人的绯闻 他们最容易相信了 假如我给老百姓说李二是个老色批 你说他们信不信啊 这个贤弟怎么知道我是 如果我是李二 我就天天弄是家的飞文 今天王老爷子和隔壁村的寡妇好上了 明天卢家家主有龙羊之痞 天天传夜夜说 我看老百姓们信不信 我这贤弟也太坏了 不过我喜欢 那时候再弄点报纸 专门报道五姓期望的花边飞文 再整几个话剧 演一演改版的白毛女 我看他们臭不臭 什么报纸话剧 这话剧就是说书先生的加强版 李哥这是白毛女的剧本 你把里面的黄世人 想象成五姓期望 夜城把黄世人为了强取名女 做的一系列坏事 全部说给了李二听 大胆 这个黄世人好大的狗胆 李哥要是把这个剧本 用活人演出来 真正被压迫的老百姓 会作何感想啊 贤弟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报纸又是什么 效果难道比话剧还要好不成 这报纸可就厉害了 不仅能让世家声名狼藉 还能让我大唐百姓四海归心 什么 让我大唐百姓四海归心 现在大唐的百姓 对他李二还没有什么认同感 可是夜城说这报纸 可以让他大唐百姓归心 这报纸是何物 报纸就是一张纸 不过呢 上面可以写满国家大事 夜城一点一点的把报纸的作用说了出来 贤弟 你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这玩意要是普及开来 作用太大了 不过就是大唐读书人太少 要是百姓拿去擦屁股了 咋办 你就不会找几个书生 专门给百姓们念报纸了 即便如此 长安城的只可以说价比黄金 造纸技术也被世家控制着 有了报纸 我肯定会告诉你造纸数的嘛 对了 还有活字印刷术 贤弟 你真的会是造纸数 快说快说 不就是个造纸数吗 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我的好贤弟 快快把那造纸数的方法传授给我 我要禀告陛下 为你请公 请公 老李啊 你告诉李二 别想拿什么破绝位糊弄我 还不如奖励给我一个公主呢 小郎君 你怎么能一直称呼陛下名称呢 咋的 他李老二还不能叫了 就算他站在我的面前 我也叫他李老二 我有系统怕啥 弄不好 我就直接回现代躲着 小郎君 还是尊重点好啊 好吧 好吧 那我以后就叫他唐太宗 叫陛下 我叫不出口 唐太宗 贤弟 这是什么称呼 妙号啊 咋了 叫他陛下 我叫不出口 我还是叫唐太宗吧 唐太宗 妙号 贤弟竟然咒我死 哎哎哎 罢了罢了 正是要紧啊 贤弟啊 你刚刚说还有一门神技是什么 活字印刷术 此等神技配合上造纸数 不仅能让整个大唐的寒门都有疏毒 还能打破世家对纸张的垄断 李哥 这本书里包含了这两样神技的教程 送你了 天哪 让天下每个人有疏毒 这个在现代看起来稀疏平常的事 在古代比登天还难 贤弟 要是陛下能自己造纸 消灭世家 指日可待呀 这报纸和话剧能搞臭世家名声 而这印刷术和造纸术 无疑是给世家来了一次釜底抽薪 不过 对付那些世家 除了演话剧 发报纸 还要给他们在家一把火 哦 说来听听 这最后一记 就是扫盲 推行免费教育 和恢复科举制度 让寒门子弟 进入朝堂 小郎君 推广免费教育 这得耗费多少钱粮啊 你懂个鸡毛呀 一个人才的作用可以说能抵千军万马也不为过 让那帮穷书生都有书读 才能从中挖掘到人才 所以这么算下来 花那点钱粮 算个屁啊 这叫人才强国战略 哈哈 贤弟说得太好了 免费教育一定要推广开来 我回去就禀告陛下 为你擎功 李哥 你跟李二说一下 实在想赏 我点什么的话 就自我个公主吧 朕决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推广免费教育 陛下 不可啊 大唐国库空虚 现在推广免费教育 无疑会给我大唐雪上加霜啊 是啊 请陛下收回成命 哈哈 国库空虚 吴季 你说一下 现在国库有多少钱粮 回禀陛下 这两个月 户部进账铜钱三十万贯 大部分都来源于盐的火热发售 自从从夜城那里搞来制盐的技术 短短两个月 大唐税收进账颇丰 还有 朕要重开科举招贤那事 到时候寒门 世家都能报名科考 什么 重开科举 看来这次陛下提了心要于世家博弈 科举制可谓是世家克星 官员的选拔几乎来自于世家 如今重启科举 不仅会及寒门子弟 又能把世家拒之于朝堂之外 如此大换血后 将大大减少世家在朝中的影响力 无忌 贤帝说的话剧 要抓紧时间搞出来 而且全力制作纸张 我有预感 世家不会轻易妥协 是 陛下 这李二 是想把我们往死里逼啊 老夫这次不能随了他的意 明日我们世家官员全部罢工 看他李二如何应对 不光这样 书籍和纸张的价格要提升十倍 我看那些穷书生拿什么考试 小小李二 还是年轻啊 到时候头筹 还不是我们世家子弟的 这次定要让他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在他们眼里 世家子弟从孩童开始就泡在四书五斤里 绝不可能输给那帮你腿子 什么 这一张纸居然要一贯钱 一贯钱都快能让一家人过一年了 现在居然才能买一张纸 老板 论语怎么卖的 论语一本十贯钱 我 你这书皮子是金子做的 还是书叶子是金子做的 你特么故意找茬事部 不买赶紧 你们世家竟为了防备我们这些寒门子弟 做出这种下三滥手段 真是卑鄙 本来他们还想快人一步 早点备考拿的好成绩为博效率 可现在居然被卡在了第一步 长安城南门有话剧表演 快点去 管了就没地方了 人熊 反正也买不起 就看看这话剧是个啥 大半个长安城的人浩浩荡荡地感到南门 此处已经人满为患 话剧白毛你一回就要开水了 请大家文明观看 不能随地大小便 主持人说完 退到幕后 此时一脸奸向的男子带着小胡子走了出来 正是扮演黄世仁的宫里小太监 无奈崔世仁视野 为了更好地针对世家 李二把黄世仁改成了崔世仁 目的是让百姓去联想到世家崔世 百姓看着白毛你话剧慢慢推进 仿佛自己也融入了剧情中 为血而担忧 当看到崔世仁试图逼迫血而食 一些脾气暴躁的已经站了出来 崔世仁 我是你先人 在神秘男子的节奏下 此刻有的女人已经哭了起来 不少百姓也想起了自己被世家是如何压迫的 这白毛女的故事不正是说的我们这帮被压迫的百姓吗 对啊 上次严价大涨就是他们搞的鬼 这帮吸血虫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走 我们去砸了崔家的府邸 是兄弟的 去砍他 毕竟法复则重 入戏的百姓如同被点燃的炸烟 一窝蜂地冲向崔家府邸 此时 崔家从清河派来长安城主持大局的二公子 正坐在桌子看着账本 丝毫不知大获领头 这纸张的价格大涨 看来这个月进账会不少啊 是谁敢在崔家府邸面前喧哗 活得不耐烦了 家主 不好了 不好了 门口来了一大帮泥腿子 要让我们把血儿浇出来 不然就要砸了我们崔家 这帮泥腿子简直无法无天了 叫后院抄家伙